2023年3月9日凌晨3点17分 由于农场主家的闭路电视上 拍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这个家伙的行动轨迹非常的奇怪 并且还十分的迅速 你应该也听到了农场里的警报声了吧 没错就是这个家伙处罚的 但直至今日他的身份没人知道 一天晚上屋主独自待在家中 本来已经沉沉睡去的他 突然听到空房间里传来了一些噪音 他有些担心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 没办法只能提身去看看了 可等到他到了那个房间以后发现 没有进贼 但是却进来了一些别的东西 我家伙会在家里的旋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晚时分 泰国的一名安保人员正在巡逻 这在他巡视四周的时候 突然在不远处的上方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这一名安保人员正在巡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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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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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那天啊 是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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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好的 你自己人家去带运吗 我女人做了好的 是建议过去带运的 我可以带运百姓 卖运想走 我可以带运 我懂得带运 她是个带运的 我用这位带运 我去美国 我会坐在这里 据安保人员描述 他看到的是一颗人头 并且他认为 这就是飞头匠 接下来的灵异事件 发生在波兰 一个叫做普兹克的城镇中 当地新修了一条公路 尽管道路比直 能见度也很好 可是这条路 却频频发生交通事故 甚至有在一天之内 就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频率 在事故发生不久之后 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许多 关于这两起车祸的评论 许多人相信 这些车祸是一个被称为 白衣女士的家伙引起的 那白衣女士是谁呢 据说她是一个经常出现在 这条公路上的幽灵 并且她就像是 这条公路的交通警察一样 只要你超速了 她就会出现在你的车前 目前有两段影片 可以证明白衣女士的存在 我们来看看吧 仔细看这里 是不是有个类似人影的雾气呢 当然了 这也很可能是我们视觉上的错误 不过也有很多人愿意相信 这就是白衣女士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段影片 这一次 是不是更像白衣女士 今天我们来看看族的吧 在画面里我们能看到几个士兵 对着一个怪物开枪 而且我们能了解的讯息也只有这些 这怪物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接下来还是关于安保人员的故事 据这个发布影片的博主声称 他本人是一家医院的夜间保安 这是一份非常可怕的工作 那有多可怕呢 病床移动 这都是小打小闹 最恐怖的事情 即将要开始了 你看到了吗 那个神秘的人影 在这里 在博主走过去以后 仅仅过了几秒钟 这道身影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据博主说 他工作的医院 即将要倒闭 根本没有病人 所以那晚医院里 只有他自己 在2023年7月 联谊探险博主赫里斯 来到了一座废弃教堂 进行抄散调查 并且在这教堂里 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让我们跟随博主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吧 这群食物 我会说我会有一点 不想要 不想要 我会说我会议那些 这些人 有什么 伯主也很纳闷 那一阵声音是从哪传来的呢 是不是从这里呢 这一阵声音是正确的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那是一阵声音乐 我看着你 那是一阵声音乐 我看着你 你看到刚刚奇怪的地方了吗 不只是门在动 其实那扇窗户的后面也有东西 在随后的调查中 博主还检查了影子出现的房间 可是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是什么就很明确了 并且固定摄像机拍到了 另一个奇怪的东西 2024年7月 林一台县博主福安口 又回到了那座恐怖的建筑进行调查 而这一次 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看到奇怪的东西了吗 就在那窗户里面 难道他就是之前福安口在调查时候 遇到的奇怪家伙吗 还有就是 这一次福安口进入建筑室内的时候 跟之前的气氛 也完全不一样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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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if that's a person though Franco并没有被吓跑 他只是躲了起来 只不过等他再次鼓起勇气调查的时候 这里再也没有特别的东西了 在2023年7月 灵异探险博主Hilo桑 来到了一家鬼魂出没的废弃旅馆 有传人称 这个废弃旅馆有很多鬼魂目击事件 并且见到鬼魂的人 都在事故中重伤或死亡 而逃脱的人则会自杀 目前也有一些证据 能证明这个传说 人们在这片废墟之中 发现了一具 已经腐烂了几年的男子尸体 但这种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 所以博主Hilo桑 要来亲自调查一下 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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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说话呢 难道是那个家伙 据博主说 这里存在着一个 脸部被压扁的鬼魂 她经常坐在椅子上 谁看见她的话 就自认倒霉吧 因为一定会出现意外 然而有些时候 不是你想不想看到 而是她想不想看到你 博主走着走着 就发现了一把 很不自然的椅子 请记住这把椅子 因为有些奇怪的事情 就要在她身上发声了 这嘎吱嘎吱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她在楼上吗 但博主去楼上调查了 那里什么都没有 楼上确实没什么 但是楼下 可就不一定了 都没有什么东西 博主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看来他已经找上博主了 博主终于意识到柚主终于意识到柚主终于意识地 博主终于意识到柚主终于意识地 柚主终于意识到柚主终于意识地 这里的楼梯可是没有扶手的 一定要小心哦 而此时博主却突发奇想 想坐在那椅子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把这些小终于意识到柚主终于意识地 我来说这些小终于意识地 这一次博主不敢再玩了 真的回家了 好吧 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鸿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